我叫易俊玲 我叫孙琳达 我叫朱丽媛 我叫莉莉 我叫董天阳 黄露宁 我叫孔乃婷 我叫宋 我叫李泽坤 我叫杜小杰 我叫Emily 田姬 我初恋是在我初一的时候 在我初二的时候 十岁 高中十年 十六吧 高一的时候 大四的时候 那应该是二十一岁的时候 我初恋是在十八岁吧 十七岁 在十八岁 初恋十七岁 他就说他喜欢我 那样子 但是我很惊讶 因为我就觉得他 就他这种人 就不会喜欢我 有班的 那个时候 我做了一些女朋友 我说好 因为我不是一个班 但是我发觉 一直有一个男孩 他总是就是 平常走过我身边的时候 会看我 我们是同班同学 我就说做女朋友吧 他都好呀 幼儿园呢 班连他 我们不在一个小学 然后后来三年级的时候 他转来我们的大老婆 他跟我表白 青花怒放啊 我先爱念的他呀 我们是一个社团的 然后就经常会有一起的活动 我觉得他 就非常直接 就说我喜欢他 其实是在《非诚勿扰》上表白的 因为一开始的话 我们俩只是不同朋友 然后后来 我们俩都参加了《非诚勿扰》 然后呢 他在《非诚勿扰》上表白的 我们俩是同班同学 就是特羞涩 不想让班里同学 看到什么之类的 印象最深的事情是 就是说 他会记住我说的每一句话吧 每次有节日的时候 他会买好 我好多零食 然后另一大堆零食来见我 然后送给我 然后我这位女生都非常的羡慕 篮球队比赛的时候 然后他在旁边看 然后我得分了之后 他就大喊大叫之类的 然后就很多人看着他 很温馨 然后感觉有被爱的感觉 很纯很美好 然后很简单 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啊 就会一直想他 所以时间上就感觉 会在他那边话很多 然后呢 但是 但是就很开心去做那些事情 就是最后去了不同的高中 然后会遇见不同的人 然后大家都有不同的生活圈子 然后可能聊的话题就少了 然后慢慢可能就到了 然后就分开了 因为吵架 然后性格上面会有一些差异吧 因为去了不同的初衷 就是因为距离吧 就是我在美国还在中央 现在还在一起交往中央 两年一个月左右了 我们还在交往半年多快一年了 我们现在还在一起 在一起有快四年了 感觉是很美好的 没有什么烦恼 那个就是感觉自己好年轻啊 那个时候 我觉得那会儿就是 因为是小时候 就是很多东西比较不会想起来的 就是很单纯的 老是想知道他在干什么呀 这样子就是现在完全就是不会这样 就感谢他当年中的表白 特别感谢他的出现 就我到现在为止 我遇到过的最好的女孩子 我想说虽然咱俩没有 最终在一起 但是你现在有礼物 然后我祝你们 一直走下去 虽然没有能最终在一起 但是还是感谢他 让我明白了 就让我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男生 就知道怎么去关心别人 然后怎么说他还是帮助过我成长 然后我也祝福他能找到 下一个对他好的男生 我相信陈安 我也相信一见钟情 信啊为什么不信啊 感觉很难 但是我也不知道 相信 相信 相信了 因为现在和他在一起 我就感觉是陈安啊 还是相信了 相信 因为 他就我的真爱 我想他一定会有的 我相信 我还会在今后的人生之中遇到 能让我再次感受到 初恋那种感受的一个人 每一次应该都会出现 在这个情况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